美国国父汉密尔顿的故事 上一次我们讲到 当汉密尔顿刚刚在纽约的国王学院里面安顿下来以后 紧接着美国就出了大事了 出了什么事呢 1773年12月16号波士顿清查事件就爆发了 这个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之一 汉密尔顿立刻就前往了波士顿进行了实地的调查 而且写了他人生中的第一篇正论文章 叫对茶叶的保护和破坏 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篇正论性的文章 那么这个时候汉密尔顿虽然非常关心 美洲殖民地上发生的此起彼伏的反对英国宗主国的运动 但是这个时候他还是安心的在美国的学院 这个国王学院里面学习法律 这个时候列克逊顿枪声还没有开始光是清查事件 那么清查事件之后呢 英国就加强了对殖民地的控制 这个就遭到了更多的殖民地人民的反对 1774年9月也过了一年多 费城第一次大陆会议召开 就成立了这个大陆议会 大陆议会就相当于是北美就开始有政府了 就是他有一个有一个自己的中央政府了 就宣布脱离宗主国 那美国的独立战争正式就开始了 没过多久 列克星顿枪声 独立战争打响 1775年 英国的舰队开始炮轰纽约 哈密尔顿呢 就和一帮同学一起 从英国人的炮火中抢救出来了一批大炮 大概20多门大炮 于是这位年仅当时20岁的大学生 就被纽约州的议会任命为一个炮兵上位 炮兵上位 但是请注意 这个时候他只有这个头衔 炮兵上位 一个兵都没有 那标准的光杆司令 那怎么办呢 哈密尔顿就跑回了这个国王学院 去招募昔日的同学 学长学弟 来做自己的手下 他除了有很好的口 口才能够说服别人以外 他还有一点钱 他为每一个参加他的这个 所谓炮兵部队的手下 买一条崭新的牛皮皮带 在那个时代 这个是挺吸引人的 也是也不便宜 这个使得他的炮兵部队就达到了60人的规模 那问题来了 你一个孤儿 汉密尔顿哪来的钱呢 这个叫说到汉密尔顿的社交能力 他在当地啊 他到了纽约之后 先去新泽西住了一段时间 也是相当于上这个大学的预科班 那个时候 他就结识了一些社会上层人物 这个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新泽西州州长的 列文斯顿 他们就资助了汉密尔顿一些钱 而汉密尔顿就把这些全部的财产都用在了自己的炮兵部队中 有点像中国古代的这个散尽家财 招兵买马 汉密尔顿作战勇敢屡历战功 而且头脑过人 加上年轻有活力 还是一大学生 很多大陆军的将领都希望他能够做自己的秘书 但是汉密尔顿不愿意 为什么呢 他太年轻 他喜欢打仗 他喜欢在前线打仗 他不愿意给你当秘书 直到最后这个华盛顿将军听到了他的大名 华盛顿也非常想请他来做秘书 或者叫副官 但是华盛顿又听说这个小伙子很骄傲 经常是拒绝将军们的邀请 所以华盛顿就亲笔给他写了一封邀请信 还立刻签署了伟人状 把这个汉密尔顿从一个小的上位 竞升为了中校 连跳了两级 两个军衔 这一次汉密尔顿无法拒绝 他就答应了 那么这儿就要说到华盛顿将军 华盛顿为什么要急需一个秘书呢 原因你猜都猜不到 因为华盛顿不认识字 你说你开玩笑 华盛顿怎么会不认识字呢 华盛顿确实不认识字 我是说他不认识法国字 华盛顿是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场主的家庭 他的祖辈赫赫有名 但是到了他父亲这一辈的话 家境已经很破落了 他就是一个普通农场主的孩子 小时候也没有受过什么良好教育 华盛顿15岁之前就没有受过什么系统性教育 他的母语当然还凑合 但是当时上层社会的人都会说法语 华盛顿是完全不懂法语 但是华盛顿这个人呢 按现在的话来讲有点二 有点二 1754年英国和法国在美洲打了一个著名的七日七年战争 这个七年战争是一个系统性的战争 包括欧洲就几乎是一个小规模的世界大战 这个大战呢在北美的表现形式 就是法国和印第安属地 叫法国和印第安战争 其实是就是法国和英国之间的 爆发这场战争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华盛顿不识字 他看不懂法语 看不懂法语 但是他却签署了一份 承认自己作为当时他是英国的一名中校 杀死了法国指挥官 签署了这样一份认罪书 其实那个人根本不是他杀的 是一个印第安人杀的 但是他看不懂法语 看不懂他也签 法国人说你签这个 当然签就签 签了你放我 行 法国人说你签了就放你 他就把这文件给签了 那这个就导致这个 这场战争开始 不是他唯一的原因 但是它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英国的军官杀了我法国指挥官 就导致了法国印第安战争的开始 所以我为什么说 法盛顿有点二 那么在独立战争期间 法国呢是大陆军的总后台 对吧 所以有大量的法语文件的往来 自学成才 成才的这个汉密尔顿 他的法语的写作能力 几乎和英语一样好 昨天我给大家念过 他写的这个文章 英语的文章 确实非常能打动人 他的法语写作能力和英语几乎是一样好 所以对于华盛顿来说 汉密尔顿就是个非常合适的 一个秘书的或者副官的人选 后来的事实证明 汉密尔顿不仅仅是一个秘书 而且他的头脑非常的灵活 经常是为华盛顿是出谋划策 他充当了一个军师的 或者参谋长的这样一个角色 华盛顿刚后来干脆就把一些 不太重要的军务就直接分给 就说你不用向我汇报了 汉密尔顿你自己就处理和指挥了 这个时候他才二十多岁 往来的文件你也不需要全部向我报告 你先看 汉密尔顿你先看 你看完了你再筛选 重要的你再给我 不要浪费我时间 好 大家想一想 汉密尔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而华盛顿是一个没有孩子的男人 那这两个人之间发展出来的关系 老实说并不亲密 因为这俩人老吵架 但是很像一个严妇和一个叛逆的孩子 之间的关系 在关键的时候 这两个人会相互支持 我们在后面的故事中还可以看到 但是在私下他们俩经常吵架 华盛顿的脾气相当的不好 但是这个汉密尔顿也相当的我行我素 他们之间主要的矛盾是什么呢 就是华盛顿希望汉密尔顿来为自己工作 他离不开汉密尔顿 但是汉密尔顿他不想做秘书 他想去打仗 一直闹到这个1781年 闹得不可开交之后 汉密尔顿一气之下就离开华盛顿 我不干了 我撂挑子了 我要去打仗 华盛顿说 行 我是总司令 你走 但是你这个忠孝 我一个兵也不给你 你还是打不成仗 这个就把汉密尔顿给气得要死 他就只有回乡下去了 什么人劝他回华盛顿那去 他都不回去 那么这个呢 大概拖了有大半年 1781年9月 就是美洲独立的最关键的一仗 约克镇战役开始 这是美洲独立的最后一仗了 那汉密尔顿很聪明 他马上意识到 这个可能是最后一场仗了 再不打赶不上趟了 他就写了封信 请求华盛顿给他派兵 然后呢 还把自己 就是华盛顿给他的那个 忠孝的伟人状 连信一起送上 说你要是再不让我打这一仗的话 你给我的这个忠孝 我也不干了 华盛顿的本意呢 是想保护这个年轻人 不要让他在战场上 比如说出个意外啊什么的 因为他觉得汉密尔顿 非常的年轻 非常的有才 将来可能会成为 建设美国的一个栋梁 当然这一次 华盛顿也只能答应 汉密尔顿的要求 给了他400人 那么汉密尔顿非常出色的 完成了自己在这个 最后一场战役中的任务 他带领这个400人队伍 身先士 士族 以非常小的代价 在夜间突然突袭 并且夺取了 英国的一个炮兵政地 这个就给汉密尔顿的军事生涯 画上了一个 完满的句号 这一年 汉密尔顿26岁 汉密尔顿参加了整个 这个独立战争 在这个过程中 他感受到一件事 就是北美大陆的这些殖民地啊 他缺乏一个统一的管理 各自为战 彼此还勾心斗角 所谓的那个大陆议会 那个中央政府软弱无能 连军费都筹击不出来 大陆军的将士们 经常就是忍饥挨饿 甚至是衣不蔽体 华盛顿 他的指挥能力是很好的 他开始不是不想打仗 他实在是没有后勤 他经常给这个 大陆军 这个大陆议会出的报告 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有几千几千个人 穿不上衣服 今天我们有多少多少人吃不上饭 这样完全是要饭一样的 像这个大陆 大陆议会要钱 但是大陆议会凑不出这个钱 这种情况一直到法国人 出面来支持这个美国革命 因为法国人最想干的事 就是和英国人捣乱 所以他就和英国宣战以后 法国人公开的支持了 这个华盛顿之后 向他们提供资重 军备 服装 食品 这个时候 这些大陆军的 供给的情况 才得到改善 这个仗才能打得起来 所以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的必要性 在这个时期 就开始深入 哈密尔顿的思想 哈密尔顿 甚至在独立战争期间 还在打仗呢 他就已经开始学习 关于一个国家的金融货币政策 应该怎么做的相关书籍 他这个时候就已经意识到 没有一个发达的金融手段 一个中央政府是无法运作的 好 独立战争打完了 美国独立了 但是呢 在当时 这样一个没有君主的大陆上 到底应该如何建立一个国家 没有人有印象 那时候都是有君主的 你这个国家没有国王 没有君主 谁来统治啊 谁来对这个国家负责呢 如何建立一个中央政府呢 当时没有人知道 有的人认为应该有一个中央政府 来保证这个美洲大陆的权益 有的人则干脆认为 我们就是13个殖民地 咱分为13个国家 大家各管各的不就完了吗 实际上一直到今天 这就是美国文化基因里的一个东西 一直到今天 在美国联邦的权力 州的权力 之间如何纠葛 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话题 那么汉密尔顿在这个过程中 就起到了擎天一柱的作用 这后面我们还讲 但是在这之前 战争结束 和他后来卷入这个联邦政府的建立之前 他先追求了一下个人的幸福 这个怎么讲呢 在战争期间他就结婚了 经过这个华盛顿将军的介绍 当然也是这个汉密尔顿 凭自己的才华 吸引了当时一个名门望族 叫斯盖勒家族的一个女儿 叫伊丽莎白斯盖勒 这两个人是1780年结婚的 从这个时候开始 注意他的这个婚姻非常重要 从这个时候开始 汉密尔顿就算是正式的进入了 美洲殖民地的上层社会 这个斯盖勒家族当时在 在北美的 尤其是这个弗吉尼亚这个地方 是非常非常 势力非常非常大 没有人不认识他们 他嫁入 他和这个豪门结婚了以后呢 这个伊丽莎白就是他的妻子 在汉密尔顿的事业中 给予了他非常大的帮助 甚至我就看过有一个历史学家讲说 没有伊丽莎白 汉密尔顿 按现在的话说 汉密尔顿啥也不是 为什么 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 毕竟那个时候是18世纪 社会的等级是非常森严的 你再有才华的人 没有进入上层社会的这个圈子 你恐怕是很难成事的 汉密尔顿趁战后这段时间 回到纽约 仅仅花了六个月时间 就完成了自己的法律学业 并且取得了律师的资格 他在律师界中 是一名咄咄逼人的心秀 经常去代理一些很有挑战性的诉讼 并且获得胜利 他主要打的什么官司 我跟你讲 就是有一些这个 还忠于英国王室的这些人 这些人被被叫为什么 保皇党或者是忠于国王的人 Loyalist 国王的人 这些人的财产呢 就被大陆军给没收了 就被这个联邦政府给没收了 这些人就不分 就说这个我们又没犯法 对吧 你们和国王打仗 你没收我财产干什么 法律上就有很多纠纷 汉密尔顿经常就是帮这些 保皇党人去打官司 而且他还经常打赢 所以他是一个很有才华 但是很有争议的这样一个律师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 汉密尔顿遇到了另一个人 这个人非常重要 在汉密尔顿的生命中 也是一个年轻人 他就是阿隆伯尔 阿隆伯尔这个人 我们后面会看到 他改变了汉密尔顿的人生 当时这个伯尔在纽约州 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律师 但是他的出生和汉密尔顿 有天壤之别 我们知道汉密尔顿 是一个非婚出生的孤儿 地位可以讲是非常的低下 而伯尔是普林斯顿大学 第二任校长的儿子 当时这个普林斯顿大学 叫新泽西学院 新泽西学院第二任校长的儿子 他的母亲也是赫赫有名 伯尔本人也是神童一个 13岁就被这个新泽西学院录取 而且一录取就是二年级学生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他学习太好了 录取的时候就是二年级学生 13岁 13岁的时候 汉密尔顿还在那个小岛上面 太平洋那个加勒 加勒比海海 那个一个小岛上面 管理一个贸易行 对吧 伯尔就已经是新泽西学院 也就是今天的普林斯顿大学的 二年级的学生 13岁都是神童 在伯尔也参加了独立战争 在这个独立战争中 他也作战勇敢 战功赫赫 伯尔后来也做了律师 他的口才不输于汉密尔顿 在法庭中 伯尔和汉密尔顿 两个人经常是针锋相对 当然这两个神童之间的对决 我们凡人就只能45度角 仰头望天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但是不幸的是 汉密尔顿和伯尔之间相互讨厌 为什么 其实很好理解 两个人出身不同 汉密尔顿 他认为伯尔不过是 你继承了你家族的地位 你自己有没怎么努力 你们家名门望族 你就成了一个社会上流 就是这样一个看法 而伯尔反过来认为 汉密尔顿 你就是一穷小子 你是靠嫁入豪门才发达的 你是一爆发户 这就是new money和old money之间打仗 但是他们个人之间的才华 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诸葛亮和周瑜之间的争斗 从一开始 就是在这两个年轻人之间爆发 但是在这个时候 美国的历史呢 又开始向前发展 刚刚成立的美利坚 这个合众国呀 可以讲 不仅是一盘散沙 而且是一塔糊涂 而且几乎是一个 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都有哪些问题呢 比如说首先 独立战争欠下巨额的军费 谁来缓 大陆军退伍的士兵 都领不到军饷 不断的暴动 谁来管 美国没有统一的货币 没有统一的法律 没有统一的海关 没有统一的税收 没有统一的军队 联邦政府所谓收税 那就是去要饭 他没有强之力 他只能向各州去要饭 完全看各州的脸色和心情 给或不给 他完全没有一个 稳定的经济收入 整个美国由于战争的创伤 经济萧条 通货膨胀 大量破产的农民四处游荡 社会问题非常多 美国为了打仗 还在欧洲发行了很多债券 现在根本没有钱去还 美国的债券 在欧洲当时就是一张废纸 没有人愿意再借钱给美国 这个刚刚诞生的国家 不仅仅说像一个早产儿 甚至就是刚 根本就是一个生下来 他就多器官衰竭的这样一个婴儿 风雨飘摇 那么这个时候拯救美国 就成了国父们最现实 最紧迫的一个任务 这个时候 汉密尔顿又遇到了另一位 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男人 他们一起完成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本 这个文本不是宪法 也不是国歌 这个文本是美国作为国家诞生的 最核心的思想的内核 就是美国文化的内核 也是人类近代史上 第一个共和制国家诞生的思想基础 我凭什么来建立这个国家 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共和制的国家 那么这个男人是谁 汉密尔顿和他一起完成了什么样的文本呢 我们下一回来说 感谢观看